而且親身經歷一定會有不同的收穫 所以我就踏上了這段流程 在我抵達機場的那一天 老師就開始介紹這個泰國的經典 帶我們去採買 還有提供 帶我們去採買相關的用品 還有帶我們去辦電話費用 以後我們會上網之類的 我們之後都要自己處理 所以他都要事先告訴我們該怎麼做這些事務 第二天呢 則是由副校長帶我們到曼谷大學 去認識各個老師 還有介紹環境 因為那時候是泰國的雲季 所以我們有帶雲傘 副校長非常的親切 他還特地送了他的雲傘給我 他說這是他之前去百貨公司週年慶送的贈品 之後如果在台灣 他就是都不會撞散 所以他就是很好的經驗品 然後第三天開始我就開始工作了 這是我在泰國的工作職場 第一點就是自邊教學講義 因為我算是第一批到那邊教中文的實習生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要設計好一個單元 給那邊的老師幫我印下來 第二點是英語口語巧老師 他們那邊就跟我早一樣 LTCC他們會有三到五個學生組成一組 然後會有一個題目 他們要聊就是用英文聊這個題目一個小時 他們跟老師的感情都非常好 從中也可以學到很多 像是我很多一些泰國的那些文化 我都是從裡面學到的 也從這個活動認識很多泰國的朋友 而中文教學是最主要的工作 還有分兩個班 一個是教授班還有學生班 教授班會比較嚴格一點 因為我不能 他們會希望學到很多 但是我不能用遊戲就帶過 所以我要準備很多東西 不能被他們拷到 雖然壓力很大 不過學的也是最多 學生的話比較好教 因為只要帶遊戲就可以讓他們認識簡單的週末 您幫他們興趣就好 而最後一個是協助活動和籌辦 曼谷大學因為有很多交換生 所以會有很多國際的活動 我都要協助老師辦理這些活動 那邊是曼谷大學的環境 左邊這張是麥當勞 別懷疑他是在學校裡面 然後他們下面還有其他日式的餐廳 還有B2S是他們那邊最大的書局 類似我們台灣的成品書局 然後上面這張這個長長的車是他們的接駁車 因為校園實在太大了 他們每個院所都要設一個站牌 這樣他們才可以往返各個教室 然後後面的茅草是他們的選餐 他們有三個大選餐 裡面都有很多非常好吃的食物 所以我在那裡也胖了6公斤 後來才送回來 還有這是非常特別的經歷 剛好那時候休息時間 剛好遇到那邊的超級巨星在拍太局 所以我不認識他們 不過我的朋友鼓勵我去跟他們拍照 他說搞不好以後你在台灣 哪一天可以看到他們的聲音 到時候你們就炫耀一下 讓他拍過照 而且還看過他們拍戲的場景 還蠻帥的 然後這是國際交流 我們那時候是代表 臺灣小姐來介紹 臺灣的文化給各個國家的學生認識 而站到旁邊這個 她是泰國小姐 我們是同樣 就是走聲展台 介紹各個國家的文化 而她則是介紹泰國的文化 以及美食 她那天獲得冠軍 因為她平躬相向 所以很受評審的信頼 那中間這張是 她雖然是泰國的 可是老師跟她說要講求多元化 所以她穿著了阿拉伯的衣服 而右邊這一張的男生 她是泰國的傳統服飾 她那邊是負責泰國的舞蹈表演 讓各個國家 學他們的泰國舞蹈 我鼓勵學弟妹們參加海外實習 因為我們當中所學的跟校園 非常的不一樣 第一點是身分的不同 因為你到了那邊 已經不再是學生的身分 而是員工 雖然你們上頭都是老師主任在稱我 可是你們真的上面是上司級員工 所以你們應對方面也要跟平常不太一樣 所以這也是我在海外實習中 學到職場的應對方式 第一點就是獨立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來 像是簽證機票 還有之後變化費的處理 什麼都要用英文去當他們對談 可是太過人的英文又不好 所以我都只能用豐富的肢體語言去表達 讓他們去懂我要表達什麼意思 雖然之前有些誤會損失了不少錢 可是這也是經驗 然後第三點是國際觀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 在泰國東南亞是有點落後的地方 可是我到那邊才發現 其實它是非常國際化的地方 很多交換社都會來這邊 還有外商公司都來這邊設廠 我發現那邊最多的是德國人 所以我到那邊反而很多 很多機會可以練習我的德文 像是我的鄰居都是德國人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我住的那邊比較便宜 太多短短 因為那個地方還不錯 還有游泳池 聽說也是附近最便宜的住所 然後我之前去當皇宮旅遊的時候 他那邊有個拜佛的活動 那時候我跟我的泰國朋友一起去 然後泰國朋友就跟我介紹 這個習俗是怎麼樣怎麼拜佛 然後剛好看到一對德國的夫妻 他們在疑惑 因為他們中文不好 然後就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我就剛好向前去跟他們用德文去介紹 這個是怎麼樣的習俗 那時候我心裡當初他就想說 喔 嘎嘎 我好好地練德文 當下我就可以運用了 所以我就很慶幸我當初學好德文 然後之後我趁我的休假去 蘇美島剛好遇到一個他們 那時候我不知道他們是哪一國人 可是我聽得出來他們講德文 腔調蠻重的 我發現他們是瑞士的夫妻 然後我們就整車一路聊了聊 非常的愉快 我覺得很奇妙 因為在別的國家居然還可以找到 第二外語的國家的人一起練習 我覺得很奇妙 而且也覺得很意外 我居然還會有機會可以練習到德文 因為是泰國 我覺得可能是 但是我之後去泰國可能德文會進步 反而德文退步 反而德文退步 可是相反的 我有很多德文的練習機會 反而德文進步了 我認為我在泰國選到很多 雖然我之後沒有往這方面去走 但是因為我海外經驗吸引到主管信賴 所以我在畢業前系順利找到我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能有無限可能都可以盡量去嘗試 不用覺得現在你是什麼系 就一定要往什麼走 現在是我的分享 謝謝 謝謝學姐們精采的分享 接著是意見交流時間 請各位家長踏躍發言 在家長手冊的最後一頁 我們提供了發言單 請您交您的問題寫在上面 並且將發言單交給身旁 穿著藍色衣服的工作人員 或現場舉手發言 我們將會把麥克風定給您 非常感謝各位家長 我想時間也有限 希望大家能夠把握時間 看看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能夠提出來 我想剛剛聽了兩位同學的分享 我想這樣一個經驗在我們很早的校裡面 我們常常聽到 那像第二位同學 你看 可溫系的同學 他到泰國去 那我前一陣子也聽到我們 國際企業系的同學 那甚至日語系的同學 他到越南去 到越南去 他在那邊實習 結果 那個老闆的話 發現說 他英文也很好 就發現說 那其實我們 文長我們 我們在規劃 我們就進行了就是一個 複合式的一個學習 複合式的一個人才的培育 就是他一定要有多種的外圍 還有再搭配他一個專門的 這樣的一個學習 好 再請教各位 未來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建議 要提出來的 是 謝謝 大醫師好 我是傳醫系 大同學的家長 因為這一次 我們直接提一次 因為同學沒有抽到宿舍 我們很認同 剛剛還有介紹 就是對於我們整個宿舍的安排順序 但是 因為禮拜五的時候公佈 沒有抽到宿舍 所以禮拜五晚上開始呢 我們就很緊張的 就開始聯絡了 一些找學校外出的問題 就我們所知 在第一批的時候 其實就有公佈了一些 有抽到宿舍 沒有抽到宿舍 我今天要 然後反應的一個是說 可不可以 在對於抽宿舍 這是統一時間 然後對同學 對家長反應的來講 會有比較聰明的時間 因為我發覺 我們在去看宿舍的時候 很多宿舍都已經出租了 就說是校外宿舍已經出租了 然後我們要去找 並沒有找到 我們這麼理想 虛弱的宿舍 但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謝謝 我想感謝教授提問 因為第一批式第二批式 它其實是恩著我們目前 因為很多元的陸學管道 大概有十幾種 那因為我們就是要確定 不同的陸學管道 它確定會來混沼 就補折後 那我們才會去處理 以後續的那些 抽宿舍的這件事情 不然這個也會兼顧到 不同混沼 新鮮人的一些權力問題 那因為是第二批式 所以的確有像 像你們所有的這樣一個現象 可能有一些 好一點的宿舍 是不是在第一批式 都被大家挑走 其實跟這樣的報告 這樣的問題可能會存在 但不會是所有 所謂好的都被挑走 因為我們總會認為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找到 那個宿舍就是最好的 那其實 還有一些 包含你的孩子交通的方式 他喜不喜歡跟外國人住 或者說各種的不同的生活條件 我們也上次 如果找我們的單位 來做這樣的一個媒合 我們會去做這樣的一個探尋 會找到符合這一個孩子 他適合的一個居住的環境 我們又有機動 是專門給國際 來到台灣就學的國際宿舍 那如果他有這方面特別需求 我們也會把它改進去 所以我想這一點 家長不放心 我想我們一定會 在改選前 一定會為你們的資金 我們會讓你們的孩子 去媒合到一個 他真的是很符合 他的一個住宿空間 那如果將來出社 有這樣的機會 他想要進來出社會想 會有不同的品牌版 他一定可以再提供我們 跟下長 不過做這件事情 放心 我們一定會在開學之前 我們一定會把這件事情 把它處理到 讓你的孩子 可以很放心的 到我們找來就 再次跟你們說真 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一定會負責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這位家長的體驗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我們一定會有全力的尋處 好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哪一位家長 有指教的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大概是剛剛各系的 跟家長座談的時候的話 我們很辛苦的各系的系主任 還有各位老師 都跟各位家長過了很好的溝通 那我想 最後 我想再 邀請各位家長看一下 我們手上的 最後面的 這個崩堤 這邊有一句話 叫進入文長 邁向國際 好 這是我們臨時領校長 他現在已經 是教育部政府次長 他一直念字在字的 就是我們文長 在外界一直認為 我們是一個 國際化的一個 學校 學校 那說實在的 我們 那麼也正努力的 能夠讓他更國際化 那不過真的 目前 跟別的大小一起起來的話 就已經可以 有這麼多的機會 就是說 在校園裡面 今天一天現在還在放暑假 那麼如果在平常日子的話 在學校裡面 我們隨時的話呢 都有一兩百位 國外的 不管是外籍的老師 或者是學生 都在我們的校園裡面 有時候他就在 跟你的子弟 在教室可以一起上課 或者是在社團 或者是在餐廳裡面用餐 所以鼓勵您的孩子 那麼要主動的 來善用這些資源 記得鼓勵您的孩子 要好好的運用 學校的資源 我這邊提出資源方面 第一個 圖書館 圖書館 大學 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 來鼓勵您的孩子 每個禮拜 無論社團在哪 或者是他 他已經開始去打工了 鼓勵他 一定要到圖書館裡面 去至少半天 不管是早上 不管是下午 不管是晚上 就有一個社團 一定到圖書館裡面去 他不管在圖書館裡面 看報紙 看期刊 或者是到書庫裡面 去瀏覽 都可以 鼓勵他一定要養成這樣一個習慣 我們文長 雖然這個圖書館並不算很大 可是在語文類 在各類的書籍方面的話 我們的投資 可以說是在全國各大學裡面 我們是數一數二的 緊張 一定要善用這樣的一個資源 跟校內的這些外籍的人士 第二個 學校裡面的老師 學校裡面的同學 這些都是學校的資源 我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我二十年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沒有畢業的時候 就先陪台灣服務 那每個學期 都還要繳一個學分的註冊費 三百七十五塊美金 很貴喔 都一萬塊 那我繳到第三個學期的時候 實在收回 寫一封信給我的西班牌師說 我人在台灣教書 收集我的博士論文的資料 我可不可以不要講這個 我可不可以喂不掉 我的西班牌師的 系主任的助理人 就問我寫信問我說 請問你有沒有跟你的指導教授聯絡 我說我當然啊 我在寫博士論文 我當然要跟我的指導教授聯絡啊 他說對啊 指導教授就是我們學校的設備啊 你就用到我們學校的設備啊 所以我還是乖乖的 所以學校的老師 學校的各種資源 各種活動 這些都是資源 請你鼓地鼓的孩子 一定要好好的善用 不要本貌導致 我們發現一些同學的話 把打工當作是他最重要的東西 賺一個小時一百一十五塊 那這些的話呢 其實是不太正經的觀念 那我想最後 那麼就是用這一個故事來 跟各位家長 來複眠 我們希望各位家長 跟我們學校 跟我們的老師 共同合作 讓我們的同學 讓我們的孩子 那麼一起來成長 那最後 再接各位的手 再給各位 我們的後面 我們有將近六十位 八十二位 我們的這些 我們的英語初戀領的這個志工 我們的叫做CA 這些都是非常優秀的學生 他們是兩百多人報名 錄取了這八十幾位 他們全程 都要用英文來 讓你的孩子 體驗 什麼叫做全英文的學習環境 他們即將接受 這五天的一個震撼教育 各位晚上接到他們的電話 即使在哭的時候 也給他們競爭的鼓勵 好 那麼再次的 歡迎各位 麗玲文長 那麼也謝謝各位 我們以後多多聯繫 謝謝大家 今天的四季日 食生家長日 座談會即將進入尾聲 感謝各位家長 及師長 今日的參與 依能肯定與支持 使文藻進步的動力 相信未來 貴子弟們在文藻 都能夠出色亮眼的表現 我是侯姿瑜 我是賴如畫 謝謝大家